听完兄弟 后来我就回大涼山了 然后大涼山之后呢 他就老是跟我借钱 我就醒了 我说你干嘛呢 我说刚刚转五百两家 几千户道没了 他把人家杯子给摔坏了 这个什么 说实话兄弟们 我就讲就不好听了 就是都呢 估计天天上网 钱扛不住花 而且还有一点 你俩是在互相开专场 老一巴拉 周围的人来说话 你这个 而且你这个东西说了无数遍了 没有意义 就 你俩互相 你俩是尖锋对尖锋 你俩不是拿那个尖鞭 插尖鞭插着够 你俩现在没有 完全没有必要 就是说树自己好形象了 你现在就一通说对面 什么都不是 做人不行 这不行那不行 你扯其他的 这个东西 是你自己在做好儿 哎呀 不行不行 我一丑兄弟们 绝对干不起来 你知道 绝对干不起来 他那 听明白了吗 兄弟们 所以说他 没的这个事 我不想跟这个提起 我也不想去说这个事 人都不在了 你讲这个东西 就没有意义了 咱也不能说谁好 谁不好 懂我意思吗 兄弟们 明白 我感觉我挺冤的兄弟们 明白给我扣个衣 不管是咱 不管是因为啥 哎 该出的钱咱也出了 该办的事咱也办了 啊 没必要讲了 一讲 别闹啊 听一下 别说了 直播 误杀 你都会被封杀 他不是封杀 记住了兄弟 死者为大 咱就咱过去了 咱就不提了兄弟 你说这个事确实是 想明白 你就像咱家哥 就这个事 你就再怎么的 也别提了 对吧 但是你说我跟谁抱怨过 我没抱怨过 我没抱怨 这个东西不能有抱怨 自己做的自己当 不能抱怨 就这点事 我不敢提兄弟们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我怎么说 不知道 我老大 嘴查 我不知道 我怎么说兄弟们 我连什么事 我都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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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